碳黑 无所不在的生活应用 但碳黑究竟是如何生产制造的呢? 首先,原料油预热过后喷入上千度高温的反应炉 这些细小的油低受热会迅速反应裂解为一颗颗碳黑粒子 碳黑粒子会鼻子碰撞结合而形成链状结构 这个反应裂解的过程仅在毫秒以内 预热器及反应炉都是透过高科技设备精准控制 接着,碳黑与高热尾器进入主氯烟仓后 碳黑粒子会附着在氯烟袋上 这些碳黑粉末会被抖落至微米粉碎机 使粒子大小均匀一致 之后,经过旋风分离机 分离粉末与剩余的无氧气体 碳黑粉末在造粒机中与水及糖蜜混合 形成碳黑颗粒 这些碳黑颗粒经过干燥机除水后 再置磁性分离机去除金属类杂质 便可到成品槽进行装袋、运输 碳黑生产过程 产生的高热尾器则会送至气垫供生系统 使锅炉内的水受热 产生大量的蒸汽 除了自用或提供给邻近工厂使用 蒸汽还可以产生电力 尾器的回收使用大幅提升了能源的使用效率 碳黑的生产制造 解决废汽油对环境的污染问题 也生产蒸汽与电力 落实友善环境与环保减费 是循环经济的最佳典范